滿桌日本料理配上大館啤酒桶 饒舌歌手聚餐吃尾牙 没想到出餐厅却遭人伏击 事发的日本料理店外 地上还燃有血痕 25号晚间10点多 台北市光复南路上的这间餐厅 22岁的女性歌手跟周姓友人 从餐厅出来抽烟 这时突然一样黑色轿车 下来一群人 对着他们喷辣椒水 还挥刀砍人 女性歌手手臂背部中三刀 34岁的周姓男子 背部也遭到划伤 好端端的吃尾牙 根据被害人公诉 此次伤害案件 是有可能是因为 债务纠纷引起 事发前22号 女性歌手就曾经po文 说跟人有冲突 让他怀疑根本被涉局 经纪人虽然说是债务纠纷 但网路上炮火四射的 却是因为这首歌 疑似就是这首歌合作不愉快 爆发了两个饒舌派系不合 饒舌歌手圈引爆冲突 国内外皆有听闻 但如果真的是为了债务纠纷 血见尾牙 恐怕在饒舌越界 蒙上阴影 记得叶伟林 承知跟台北报导